前前提要 早上我們的第一名是中華電視 今天我們來看看你的臉明卡 是福卡還是夢卡 如果你有寫過寶可夢設計的問卷 你們應該會發現 你的一些問題其實跟別人有時候會不太一樣 怎麼說呢 因為我會根據你的答案 所以說如果你第一題你選擇的是中華電信 那麼第二題你會遇到的就是 中華電信他其實有跟中國信託推出那個聯名卡的部分 只是說呢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這個問題呢就是我想要了解說 這個資訊的滲透度 到底中華電信他或者是說中國信託他在推廣這張信用卡的時候 是不是讓中華電信的使用者是不是都知道這張聯名卡 他的舊的卡面是金銅玉綠 那新的卡面的部分呢 他其實把它做了一個比較年輕化的設計 其實還蠻好看的 重點呢 重點中的重點現在是說 這張卡片到底有沒有油水可以讓你撓 如果他很爛的話 他沒有提出權益升級的話 基本上已經不會有人想辦的啦 那我們來看看就是 我們這次的觀眾大家對這張卡片的資訊到底有沒有了解 中華電信跟中國信託有推廣聯名卡 你知道嗎 我們這一次的 61個人裡面呢 大概87%的人都知道 那大概只有13.1% 8個人是不知道的 那就代表說 其實中國信託這一次 他在推廣這個信用卡的話 他的資訊滲透度是蠻高的 請問你有申辦這張卡片嗎 那這個就非常的令人尷尬了 怎麼講 因為在這裡面呢 有申辦的人是8% 那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沒有申辦 所以這實在是非常的 怎麼講 他的辦卡率非常的低喔 對 中國信託我覺得 他是不是要考慮就是把這張卡片給捨棄了 這實在是太難去推廣了 因為他的推廣率居然這麼的差喔 可見大家都是不太喜歡這張卡片 有申請這張卡片的人 他們到底把帶瓜子裡面在想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寫說 很久以前辦的 他現在早就已經檢卡了 當初會辦的話 是因為他有一千點的中華電信點數 可以換一百元 那再來就是 舊部也有手刷零 喔對啊 這點我就必須要講一下喔 因為以前中國信託 他是根本就不瞭我們這些老客戶的 他就是只有新戶才有給禮物啦 那現在的話 他基本上很多很多卡片 他都有所謂的最舊戶新卡裡 所以說 如果你沒有辦過這張卡片 但是 你剛好有這個需求 或者是 你對他的那個新卡裡有興趣 你都可以辦下來使用喔 搭配Harmine Wallet還蠻好用的 呃 這個基本上IOS就不能用啦 所以說 還是以Android系統為主 那最後有一個人講說 他的折扣比較多 我的天啊 這個一定是 下一個我眼才會這樣寫 我講 因為他的優惠就真的是很爛啊 你知道去年年底 我為這張信用卡 我寫了四篇文章 結果你知道他的點擊率有多差嗎 基本上都沒有人有興趣啊 我再怎麼推都沒有用 後來我就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剛剛不是說什麼好的牛肉 所以說都沒有人有興趣想要了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不喜歡 申辦這張卡片呢 沒有興趣想要申辦這張卡片 這個原因是什麼 優惠不多 不夠吸引 另外本身的資費也不是高額的 每個月都只有四百塊左右 那其實你就用理財型白金卡之間 每年賺這四百塊回饋就好啦 電信費低 相費不高 電信費不高 不想要辦了就只有用在電話費上面啊 之類的 優惠不高 回饋率有點普通 優惠不吸引 回饋沒有特別好沒有需求 這就是很現實的嘛 我這邊 也有學生族群會在關注我的部落格 跟我們參加我們普通 有人寫說 我是學生 父母不喜歡我辦 我的年齡層不是只有跟我一樣 就是三十幾歲的中產階級份子而已 反而也是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啊 這其實是好事還不錯 用富邦數位生活卡扣角就好了 富邦數位生活卡給的就是兩趴嘛 其實黎嫩兒這次介紹的 遠傳Fighter聯名卡的三趴才低一點點而已 其實也不錯啊 覺得CP值的回饋不夠高啊 就用富邦數位生活卡來扣角啊 在五六年前富邦推出這個數位生活卡 那目前還是有它一定的市場地位齁 還是有不少的就是用這張卡片來做扣角 有人寫上說 我只要里程 我自己的分析裡面齁 你把中華電信的歡樂點轉成 U-U-PONG之後 你還是可以拿來換長榮里程啦 其實也是不錯的啊 只是說你要經過好幾道關卡 那隨時都有可能就是 會斷緣或就是卡關 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換里程的話 你的電信費用是可以換成里程的喔 只是比較麻煩啦 那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參考我之前寫的文章 上面都有教你怎麼做齁 沒辦法搶JCB10% 對啊因為它就是Mastercard跟Visa而已 它也沒有出那個什麼JCB的版本啊 對啊所以說它就不能搶JCB10% 花費不高 因為不知道這樣的資訊 好像不需要用不太到 不想要辦太多的信用卡 這就是大家不想要 使用這張卡片的原因啦 那如果你是剛好是信用卡的產品畢業 尤其是中國信託的產品畢業的話 你們也可以就是參考一下這一次的問卷調查 這都是觀眾非常真實的心聲反應啦 對啊當你們在規劃下一張聯繫卡的時候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說 為什麼你們沒有辦法推出 就是有競爭力的產品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就是 你們對出來的牛肉就太爛了 觀眾也不喜歡這樣子 您現在收看的是電信四雄觀眾票選揭曉 結果請大家不要轉拍 每天要按時回來收看喔